来接着上一节走 来讲一下 比较和观察方法 在起行当中的一个具体的操作和应用 首先看右边图 我们看这个图 然后再看边画边去走 我们在前面讲过了 在这个组合里面起行的时候 第一首先是确定它的位置 首先确定它的位置 也就是说 这张纸上面它现在是一个空白的纸 但是在我的眼里边 它已经是一个带着格子的一个纸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这个纸 我们在一半 它这个横边的一半的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假设在你的脑子里面 它这个地方有一根线 然后竖边的一半 这个地方也有一根线 然后它的横边的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就是把它分成两份的话 这个地方 各有一根竖线 是吧 那如果说把它分为四分之一的话 一半 再一半 这个也有线 也就是说这个纸上面 目前如果你有这个意识的话 就是说它是一张空白的纸 但是它实际上这个纸的四边呢 前面也说过 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尺子 四把尺子 根据这个呢 我就能判断出来 我们来看这个图上面 你看它这个最高点 就是后面绑着布子的那个桶 那个小的一个像一个圆柱体 一个那个木桩子 它的位置在哪 它大概在横边的三分之二 是吧 横边的三分之一这个地方 好 大概呢 就在这个地方 那就是它的最高点 定位置 我先用这个呢 来把它位置给它确定一下 定一下 简单的这样画一根线 然后它的最底端呢 最底端 最底端呢 它这个 这个这张画面本身 首先它是一个偏什么呀 偏平式一点 它的俯视的度呢 不是特别但大 它是相对比较平式的 那这种情况上 它的桌面就比较高 就像这个横着的这个桌面 它现在高度在哪呢 高度现在是在这个 树边的一半 再往下一半 也就是大约四分之一的位置 现在这是树边 这个树边 这个是一半 然后再往下走一半 四分之一的位置 这个高度大约就是 什么 就是这个桌面的 这个棱 这个棱的这个高度 好 这就是比例嘛 就是量子的时候 你要有一据 什么依据呢 就是它 树边 再往一半 这个高度 这就是它的比例 这就是比例的问题 大概须须的这样画根线 因为这个还属于什么 还属于比较位置 确定位置的这个阶段 还不到具体画东西的时候 所以呢 切记不要去越界 不要去着急 哪一步是先是干什么 那就仔细的干什么 这个出来之后呢 然后才是盘子的最低位置 然后这个罐子的最低位置 因为它是平式 所以说你看这个高度和和这个罐子盘子的低 最低的这个位置 也就是盘子的底端 和这个罐子的底端呢 它们这个位置高低呢 相差并不大 相差呢 非常的小 一点点的距离 然后再定它的左边位置 那左边呢 最大的是这个什么 这个西红柿 西红柿大约呢 在这个怎么去判断 横边啊 比如说 把它往这个这个线 往这个往下面这个边延伸 大概在哪呢 五分之一的感觉 两三个四个五个 大约在这个地方 五分之一啊 可以先定下 因为这个只是一个位置的确定 它并不一定准确 它可能还会有误差 有误差 还可以通过这个宽度 这么宽 那它这个宽度是这个的几倍呢 大约两倍多一点 两倍多一点点 一倍两倍 两倍一多一些 大概就这样的一个 比例 这么宽 这是它的左边 然后右边呢 右边怎么比 那左边出来了 那比右边不是很简单了吗 是不是 这就是左边的位置 把它参考过来 和右边相比 是不是右边呢 更窄一点呢 大约也在这个位置 你看 你看这就是我们上面前一节课呢 讲过的它这种构图 这里 这里 是不是 这个感觉 这样的一个感觉 这样的一个构图 当然这个地方呢 还有一个小 这是什么 这是它这个橙子 是是这个柠檬啊 柠檬的这个这个这个扒开的这个皮 你看这个时候这个构图 它大约呢 是这样的一个构图 从这一点到这一点 再到这一点 再到这 再过来 这是它的一个构图 这是一个比较和观察的一个方法 也就是说这几个物体在这张纸上 它所占到的这个位置 以及它的面积大小呢 是这么大 你看上有天 下有地 左边有空隙 右边呢 也有 这个要来确定出来 这是最最高点 最低点啊 以及它的这个感觉啊 好 那有了这个之后呢 下一步呢 记好了啊 第一步先确定它所有物体 最高端啊 最高点和最低点 以及最左 还有它的最右 这几个点确定出来之后呢 然后确定每一个物体的高低左右 是吧 它有无数个点可以去比较 比如说这个青椒的高度 多高呢 我把青椒的这个高度 就是个黄椒啊 这个高度 延伸到左边 是不是二分之一还要偏高呢 你看大约这么高 那这就是比例 好 就是青椒啊 青椒的比例 大约这么高 那然后它这个这个罐子的最高点呢 它是比比这个是比较低一点呢 那低多少呢 可以根据这个参考啊 比这个大约两倍啊 两倍大约啊 这罐子的高度呢 是这么高 是不是 罐子的高度有了啊 低底下有了 那是不是该走它的宽度了呢 那它这个这个黄椒呢 它是在哪呢 这个地方啊 那这个点呢 是不是定的 应该靠右一些呢 这是高低有了啊 底下呢 它都挡住了 先画它这个 这个这个高度高度有了 是吧 然后这个最右边也有了 那是不是可以确定它最左端啊 就说它高度有了 那宽度已经有了一个点了 那它的这个右边这端呢 大约在哪呢 在这个地方 还是很靠这个 这个点啊 你看这个罐子这个特征 一定要对啊 就是在这个里边呢 去找平 找位置 去比较 反复比 我们可以去拉上各种各样的点 还记得上一节讲过了 横向的去比 竖向的去比 然后呢 再斜向的去比 那同时还要去 任意一个点连接起来去比较 那这个时候 它就是通过像搭建这个 这个框架一样 逐步的把它的位置 以及形体呢 把它搭建起来 这个青椒 它的高度有了 那它左右 不能跑得太偏啊 左右 它这个左右呢 在这个中间啊 那左边呢 大约就在这个地方 右边呢 它还要挡住罐子一点 也就是说在这 在这个地方 这些痕迹呢 我这张画面上呢 就要给它留下来 这些痕迹不会给它擦掉 这是一个具体的讲这个观察 和比较的一些方法 具体的去测量 那如果说画的多了 有经验之后呢 其实就不用说 不用说这么多废话啊 很快的几笔镜的画出来 一眼就能看 看穿它在哪里 好 这边有了之后 在这个上面再来走 那它盘子 它的最左端呢 在这个地方 那它右端呢 右端它在这个地方呢 很大的 是吧 你看如果说把这个盘子 这个点呢 往下正下方延伸 延伸到哪 延伸到纸的边上 它在哪 它在二分之一 应该在这个地方 你看自己 自己靠直觉感受的 它还是差 差很多 必须去找比例 找参考 有参考 它就有 准确性 就有意义 然后这个 这个肯定也不准 这个肯定也不准 它的高度在哪呢 在这个地方 这右边这个宽度 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是什么 这个没有用 这个没有实际意义 它只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框架 然后这个出来之后 你看青椒的左边在这 右边在这 然后根据这个青椒 出来的这个 这个左边这个位置呢 就能确定出 它这个后面这个圆柱体的 最左边位置 它比青椒靠里边一点 所以在这呢 你看这个 这个定的很明显 怎么样 太陡了啊 就这个斜度太陡了 它应该从这 这个是西红柱 它应该是这样子 这样的一个斜度 这才是一个 准确的斜度 是不是 然后就通过这些比较 通过这些测量呢 不断的把它这个框架 给它搭建起来 好 然后盘子呢 首先它有个厚度 那这个底端 在这了 底端有了 盘子的 它的这个冷盐啊 也有了 那接下来呢 就是它的这个青椒的 这个这个形 好 这个位置逐渐确定的过程中 比如说像现在这个 后面这个柱体啊 后面这个柱体它的 它的这个宽度有了啊 宽度有了 那高度呢 基本也有了 在这个基础上干什么呢 画它的这个 中线 大约啊 两边在这 不断的去画这些线 然后 在这个基础上也去概括它特征 你看青椒它在前面 在这个上面呢 概括它特征 该用斜线了 就要用斜线 这节呢 我只讲这个比较和测量方法 所以说呢 其他的就不去 多说 只说这个点 好 那到这个地方之后呢 好 嗯 到这个点呢 那这个地方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一个 柠檬啊 这个柠檬的高度 它大约到了青椒的 这个高度 这是它的比较 就是根据它这个青椒的身高 来比较 它这个柠檬应该到哪 这个里头呢 到这 同样的方法 该用你看都是直线 来去比啊 来去测 然后根据这个 你看 这个柠檬在这 那这个西红色呢 它在这个地方 一定要靠左一线 一定要准确 比较的给它准确 因为上一步呢 它比比出来的位置 它不一定是准确的 可能有无差 而这个高度呢 比青椒这个低 大约5毫米 啊 到这里 然后它呢 又是一个圆的感觉 这个地方 它和青椒之间呢 它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夹角 夹角 这个夹角呢 注意一下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概括特征 概括特征 因为很多个线段 给它连接起来 它就是一个特征 这个很重要 很关键的 然后 这样下走 这是特征 你看这边 这边 这边 这边都给它 去测量 去比较 然后到这个点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柠檬的那个点 然后这个地方 它要往回收 也就是柠檬 它到这个点 然后假设从柠檬 注意它这个柠檬 它这个倾向 就是这个点 这个尖 这个倾向 像火箭一样 它往右右上角 冲出去 冲出去 这就是它的 什么 这就是它的 这个 走势 走势 这个在前面 这个物体在前面 通过这样的方法 你看 这个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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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这个地方 它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 这个柠檬 削出来的这个皮 高度在这 高度在这个西红柿上面 注意概括它的形状 到这下来 然后应该垂下来之后 它大概在这 你看再一次证明了 刚开始定的形 还是有一定的误差 这个大家过来 这个底端呢 它比盘子底端还要低一些 说明它到了这里了 它在后面的就是它去掉了 这种遮挡 哪个在后面就给它擦掉 它前面的 这个点呢 还可以再往外走一点 你看就是说 只要是在一厘米之内的这种 你像画镜物的时候 到这个位置上面 它都有一厘米之内的误差 都是正常的 这种位置关系非常重要 这种位置关系非常重要 这是这个位置 这几个地方确定出来了 就是它的盘子 盘子实际上前面是带一点点弧度 带点弧度 稍微弯一些 这个右边呢 也要往上翘一点 翘到哪呢 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比的过程中 它这些通过这种小线段 通过小线段 它确定出来了 确定出来了 然后 然后 它大约它的趋势 这样子 就是大约的趋势 你看这个时候 不画任何一个细节 只画什么 只画它的趋势 趋势和走势 就是这个形 这个边 它应该是往哪走 往哪去 只画这个内容 这个东西 然后这个地方 它到这了 这是盘子的一个基本特征 基本特质 然后再往下走 那这个轻腰带的位置在这 它这个这个左边呢 在这个点 然后 尤其是画这个罐子 画罐子 注意 这是上面 这是下面 它这个倒着的 那倒着的时候怎么办 它这个罐子的口是朝左 那这个时候同样的道理 先画中线 这个中线是什么意思 中轴线 也可以说是轴线 就是说 它呢 其实就能够确定 它这个罐子的屁股朝着哪 朝正右呢 还是朝右后方呢 还是朝右上方 它只有一个这个趋势啊 这个呢 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所以说一定要画中线 这就是它的 这是什么 这也是它的参考 和辅助线 这说明它是朝这个后面一些 朝后面一些 这个是它的底部 这个呢 顶上 顶上它到哪儿是最高点呢 算是这个地方 并没有到这儿 这并不是最高点 最高点在这儿 然后到这个地方呢 它开始往进收了 开始往进收了 这个画出来 就是高低 左右都出来了 那这个地方肯定不是这个位置嘛 然后可以怎么样 再确定它 它这个椭圆啊 就是这个 这个你看从它肩膀以上 这不是一个圆吗 或者确定它外形 都可以 都可以 这样的话 它只要保证这边和这边 它是对称的 这就为什么画中线 画了中线呢 再来去找它这个物体 就非常非常容易 非常容易 在这个角度 再来确定 先确定什么 它这个高度 就整个这个高度和这个宽度 它的比例 比例准不准 现在看上去 后面好像烧一点尖 什么原因呢 这个点定的偏 底头了 偏右了一些 往回收一点 回收一点 这个时候它比例是不是烧好一点呢 然后注意从肩膀这个棱这个结构 这个宽度 以及到这个后面尾巴这个宽度 它有个距离 可以通过测量 来比较一下 还是前面宽一些 前面大概这么宽 也就是这个肩膀这个棱了到这里 差不多啊 这就是确定它 就是这么多物体之间 因为它有大小比例 以及位置的关系 然后这个棱 它到底在这 这还是在这 它都有比例 这个一定要通过这种分割 这个肩膀宽呢 还是后面这个 从肩膀到这个尾巴的这个地方宽呢 好 这个出来之后 再来确定它这个肩膀的地方 这是什么 又是一个中线 来 那在这个上面 来去 让你切 切圆 那这个时候就能画出来 你看 假设这个先延伸 就能画出来它这个肩膀的这个椭圆 就是这样子 好 这是挡住的呢 就虚一些 挡不住的呢 好 确定 这个时候你看基本上的这个肩膀的这个 特点呢 就出来了 它现在像一个什么 像并不像一个这个罐子的感觉 像一个 更像一个这个 瘟一样这样的一个东西 好 这个宽度出来了 然后最后确定这个宽度 最后底部 首先保证它底下的宽度呢要 怎么样呢 更 这个尖呢 肯定是太尖了 至少在这里 至少在这里 根据这个脚 这个时候就是用辅助 有辅助理解性的东西在里头 好 这是它这个性 好 这是它这个性 这个缘呢 它就转出来了 这个 右边这个物体它的辅助线它比较多 因为它圆的 需要切的角呢 就比较多 好 这个出来之后 还没有结束 因为前面还有个口 这个口 这个宽度是多少 包括这个口的这个边和这个 左边这个棱呢 离多远 大约占了 四分之三 这个是宽度 口好像很大的 而这个宽度呢 大约在这里 它的最宽度 最宽的地方 离这个边上是在这 底下是这么宽的 这个边是在这 那它的中线在哪里 它这个的中线呢 在这 你看这又是一个什么 螃蟹形 在这里边呢 切它的圆 切圆 你看上面这个圆 它偏扁一些 要往后面走呢 它圆 看上去更胖 但是现在呢 还是一个方的感觉 它并不标准 一定要记住 它现在呢 这个时候并不标准 这个地方 因为它还有个棱 它是两层 两层并不是一层 你看这个画的过程中 切的越多 它就越圆 切的越多 就越圆 它越画的过程中 它这个形呢 就逐步出来了 逐步的就出来了 然后呢 这个物体 它是不是应该更靠右一线呢 应该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呢 它就不准 不准 然后这个呢 也不准了 然后这个呢 然后就留在这里 对称啊 对称 高度 高度 这个时候呢 它这个框架 就被逐步的建立起来了 框架就被逐步建立起来了 然后 在这个上面进一步来去走行 比如说 这个上面还包一个布子 包的时候 你看这个时候 它有一个宽度 这个呢 就好比是包那个 那个线 然后这个呢 是一个趋势 然后到这儿 这个趋势到这个地方 一定要画准确 多比较啊 而且这个时候都是虚线 没有任何一个地方 它是实的 都是虚线 好 你看这个形啊 用概括的方式呢 很快的几笔 它就概括出来了 然后这是这一层啊 这一层 走到这一块之后呢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显得空 怎么办 一定是缺了东西啊 缺了什么呢 缺了它这个 这个斜度比较它对不对啊 这个斜度 从这个点到这一点 我们前面说过斜度的一个比较方法 啊 斜斜斜线去比较 然后横向的比较 竖向比较 然后斜向的比较 啊 这个一定要把它关系比较对了 这个地方啊 还有一些小的东西啊 小东西 在这里 大概在这个地方 这个加上它就会 舒服一些啊 然后这个抱 这个布子啊 布子它最最右的 它到了这个地方了 到这儿 大的倾斜度呢 这样的一个倾斜度 这样的一个倾斜度 这边呢 这横着过来 然后这儿进去了 这个地方又斜着下来 然后这个地方呢 又斜着过去 到哪呢 到这个纸的横边的三分之一 这个地方 这就是它整个的一个大的一个平面的这种封割啊 和这种构成 这就是这张画面的一个基本的位置关系 基本的位置关系 它还没有具体的特征化啊 它还没有具体特征化啊 它还没有具体特征化 它只是一个位置 你看横向的比 纵向的比 斜向的比 然后各个点呢 连接起来比比这个宽度啊 这个宽度 好在这个上面呢 进一步的来去给它深化它这个形啊 它准确性 包括在画的过程中呢 就是进一步的提高它的准确性 提高准确性的同时呢 其实也就变得相对就深入了 这个呢 它略微的带来一点点弧性 好这个上面 然后根据这个点啊 它这个圆柱呢 是往下走的 注意这个侧啊 它是绑了一下 所以这块勒了一下 它就鼓起来了 这是重点 这个呢 这个呢也是 这是重点 就这么去比 你看整体来去比啊 整体比 这个里头呢 并不是把它这个线描深啊 这就绝不是把线给它加深 而是在这个里面呢 找它更更多的更具体的变化 你看这个时候就要求 它一定是从上一步到这一步呢 非常严谨的一个过程 这个呢 这个呢有一点点弯度的啊 它虽然是 毕竟它还不是平的啊 毕竟它还是有一定的体积的 它并不是一个平的这种物体 这个地方呢 鼓起来 就这样的 再往下走 这个树边呢 确定它是没有问题的啊 这个树边呢 确定它没有问题的 这个树边呢 是吧 它这个首先它是形式准的 形式确定的 有了这个再来确定 这个地方是没有问题 你要注意它这个距离 就能看出来感觉到 这块没有问题 然后下面这个宽度 基本上没有问题 这个是它肩膀最宽度 肩膀最宽的位置 然后再一个是它 好 接下来我们可以从里头换 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地方 注意这边和这边一定要对称 这个在第一节 我们就用这个方线来查 确定 方线来确定 这样更好去理解 好 因为它已经基本确定了 好 这是一个形 一个形 然后根据这个形 再来确定出它外面这一层 我看一下 这个可以算是最外面 最外面这一层 然后再确定里头 里头这一层 里头这一层 完了一层走 往这个下面上下的宽度对着走 对称的走 这是什么 这是它这个罐子最有口的一个宽度 罐子口的宽度 就是它这个厚度 也不是宽度 是它的厚度 这个罐子这个栏 它有一个厚度 这个厚度首先出来了 你看整个口厚度出来之后 整个它这个物体这块 它就怎么样 它就会显得非常的精致 精致 这块它精致 这块注意它这个穿插 这个冷口在前面 肩膀在后面 这个关系给它弄对了 那这个宽度 这边宽度对称的走 对称的走 这是这个形 这边宽度对称的走 这个地方到这就交织在一起了 这是什么 这是罐子口的一个 就这个 这个是厚度 这个是它的高度 罐子口它是一个冷 这个高度 也很重要 也很重要 当然它这个口里边 它是有很多的 还是有好几层 首先它这个罐子它深度 这个深度有 那这个地方我们从这就能看得到 先确定它两头 这个宽度 两头的这么宽 这头这么宽 对称的 跟着这个直的线走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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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这样子 然后这个里头还有一层 这个是厚度 这是总共几层的 我们可以数一数 可以数一数 所以说通过这个方式 但是它也能够练它的一个结构 练习它的一个结构的问题 非常的关键 好 好 注意点 这个地方 好 口呢 也是非常的 好 它这个就挡住了 好 这个时候我们还不去 不去找它任何的这种明暗关系 只找什么 只找它的一个形 只找一个形 就是说 它接下来这个该定哪里 比如说这个青椒这个发的这个高度 在这个地方 这个肩膀呢 在这儿 这个宽度呢 它就确定出来了 这里 这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肩膀呢 要更宽 因为这个物体呢 算是这个画面里头 有一个主要物体 它首先形体也比较大 个头比较大 也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 到这个点 好 再往下走 一定要整体跟着 整体跟着 它这是上面 前面这个物体 这个结构在这里 你看 假设把它看成一个立方体 它就是这样 这是朝右的面 好 走的 这样的一个 青椒从这个方体 几何体的这个特点上去分析它 的话非常像一个棱柱 非常像一个棱柱 那这个棱柱呢 它就有几个几个朝向面 是吧 它不像圆柱 它这叶眼圈都是圆的 棱柱呢 它就有很多个这个朝向面 好 这个地方到这里了 我只是来找形 这一步呢 还不去 还不去说它的关系 只是去具体怎么来操作 具体怎么来找形 然后这个斜度呢 在这里 你看这个画的这个程度呢 就已经很深入了 不要再继续画那个了 赶紧画其他的 到这一块 然后这个地方呢 它有一个 你看刚开始都虚的去走 这是一块 这也是一块 这个地方下来 这个地方下来 这是一组 好来确定 它这个地方的穿插啊 这是这个青椒呢 这个基本的一个体感 尼蒙呢 它也像一个球体一样 它这个你看这个朝向是这样子 这个的朝向是这样子 这个朝向是这样子 这个朝向呢 它是这样子 不一样 你看每个朝向它都有区别的 每个朝向都有区别 然后这个底下它是有一个投影的形 投影的形的 这一块 这是一个起形的一个方法 这个什么呢 就是它这个圆柱的交界线 我们画过几核体了 这些在这个里边呢 基本上的形体一定是要理解的 不能够连形体也不理解的 那肯定是有问题啊